6月27日,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小组赛中,巴西队以2比0战胜塞尔利亚队,位列小组第一晋级16强。 比赛结束后,巴西球迷狂欢庆祝,而一名女球迷不慎摔倒在地,被自己手中所持久被刺穿颈部静脉,失血过多而亡。 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29日报道,塔姆拉麦奥奇30岁27日晚,在位于巴西东南部城市伊塔比拉的一所房子内,和朋友们一起观看了巴西队的比赛。 据警方介绍,当时麦奥奇坐在沙发上,一手拿着手机一手端着玻璃酒杯,在比赛结束时,麦奥奇和大家一起从沙发上站起来欢呼,而就在这时,意外发生了,身体失衡后的麦奥奇在情急之下,扔掉酒杯伸手去扶桌子,但最终仍然摔倒在地。 不幸的是,摔碎在地面的玻璃杯,正好刺破了麦奥奇的脖子,割断了他的颈静脉。 谢谢大家 Fraser uesday队